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带流量与热度的男人 那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肖战有多火 很难形容肖战的火爆程度 反正就是他的粉丝 可以把一家奢侈品店买空 他的粉丝可以塑造 内于八秒红海的奇迹 他的粉丝可以因为一部话剧 让一座城市被花海包围 肖战的剧不需要担心任何 只要他过审 只要他定当 自由粉丝们会奔走相告 做数据 刷播放量 而这就是平台最想要的 玉谷瑶何时播出 粉丝们自然是关心的 但在他没有播出的时候 还是希望平台少拉这部剧出来溜粉 还有给其他剧拉热度 肖战是流量密码没错 但也不是可以次次拉出来的 从经常上热搜的玉谷瑶三个字的词条 到时不时出现的玉谷瑶路透照片 很明显 这部剧就没缺过热度 单靠粉丝们自发的讨论 玉谷瑶就能在热搜三四十名徘徊 剧还没有播出 平台根本不会提前营销 本来说 当暑假最热的时候 就是玉谷瑶播出的时候 而如今 不少学生粉丝的暑假都要结束了 玉谷瑶还没有定档 遥遥无期 不知道鹅究竟想干什么 月升仓还很棒 但玉谷瑶根本没有蹭这个热度的必要 有几部剧可以在没有播出 不在营业期的时候 能数次次上热搜的 如今 最炎热的暑假即将过去 玉谷瑶还没有动静 不知道究竟何时才能与大家相见呢 S家的剧就这么拿出来营销 呃 你是真的没有心 是正审ああ 是不是 哇 啊 我